我们知道今年是 柴可夫斯基钢琴比赛 或者说音乐比赛的65周年 对 据我们所知您是第一届财赛的 得奖者中的唯一还健在者 对 那么这次您作为嘉宾 在这个开幕式上演奏 您觉得这次大赛 您有什么新的印象和感觉 当今在国际上钢琴比赛特别多 已经是无法统计到底有多少了 但是在无以数级的钢琴比赛当中 柴可夫斯基国际钢琴比赛 是公认的世界上最高端的 最尖端的比赛 这个比赛每四年 与俄罗斯的莫斯科举行一次 前不久 我应邀担任了 第17届与莫斯科举行的柴可夫斯基国际钢琴比赛的评委 并且在这个比赛的开幕式上做了演奏 在65年前 也就是1958年的时候 当时我是18岁 我作为中国的选手 参加了当时刚刚创办的第一届 柴可夫斯基国际钢琴比赛 也是在莫斯科 那时候盛况空前 当时这个比赛是由原苏联的当时的最高领导人 赫鲁晓夫亲自主持的 我在这个比赛当中得了第二名 获得第一名是美国的选手 翻开本 当时由于赫鲁晓夫对举行第一届柴可夫斯基国际钢琴比赛 提出了一个战略性的口号 就是让我们变军备竞赛为和平友好的文化竞赛 他这句话是当时苏联作为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 针对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阵营而言的 所以他这一句话一出以后 再加上他搞了这么一个大的比赛 而且原来俄罗斯是文化强国 艺术强国 所以在西方引起了广泛的注意 尤其引起了西方各国的政要的注意 这届比赛总体上水平非常高 但是正值俄罗斯和乌克兰的战争之际 所以西方有一个国际音乐比赛的一个联盟 就把这个柴可夫斯基国际钢琴比赛 清除出去了这个联盟 记者采访我的时候我就公开表白 我觉得这个柴可夫斯基国际钢琴大赛 这个世界上最高端的比赛 清除出这个比赛组织是很不公正的 原因有三 第一 音乐是无国际的 第二 这次比赛是一次艺术活动 而非政治活动 不能把艺术活动强加在政治上 第三 我特别强调 俄罗斯的音乐家和一般观众 并不是乌克兰的敌人 俄罗斯很多报纸都转登了我的这个讲话 特别是第三条的讲话 您是跟俄罗斯跟前苏联的渊源大家都知道 那您跟美国的艺术界的音乐界的和美国观众的渊源 您能不能跟我们讲一讲 我自从1958年在第一届柴可兰的国际比赛得奖 得了第二名 而第一名是美国人 所以从那个时候呢 我就跟美国好像有了一些特别的缘分 和美国的音乐 和美国的观众 音乐家 有了一些特别的缘分 美国很多人都知道我 因为他们知道这个第一名 他们就很自然而然会想到第二名是谁 而且那个时候呢 在1958年中国还是封闭的 远没有改革开放 所以对一个中国人得奖 他们更感到非常新奇 我是从中国大陆 1978年最早访美的这个音乐家之一 当时有过中国艺术团 里面有若干音乐家和其他的艺术家 我是作为副团长 而且作为一个首席的音乐表演者 到美国 当时美国的在任总统卡特 吉米卡特 在白宫玫瑰园接见我们这个团 他特别走到我面前跟我握手 一边握手 他一边说我们早就知道你 因为你是跟凡克莱本 一起在莫斯科得奖的 他说欢迎你到美国 我接着在1979年 我又从美国波士顿交响乐团 他的指挥是小泽真儿 从他指挥的波士顿交响乐团 在中国演出完了同一架飞机 飞回波士顿 在波士顿继续演出 以后我又多次访问美国 在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 我当时胜利60周年的时候 我又在美国的 他跟我说他说你能不能跟美国总统讲一讲 说现在美国的五点音乐很不景气 在走下坡路 后来我笑了 我说你作为美国的钢琴家都没有办法 我作为中国的钢琴家有什么办法呢 不久前又传来消息 您得到了纽约的一个重要的奖项 亚洲最杰出艺人终身成就奖 第四世界 这是41年前美国设立的 唯一的一个针对东方的 针对亚洲的一个艺术家的一个最高奖项 您得到大家都觉得实至名归 我也感到非常荣幸 非常感谢刘先生 刘先生是84岁 还作为中国人民的使者 通过音乐的纽带 成为沟通中俄人民和中美人民的桥梁 所以我们对您也致以崇高的敬意 祝您下个月美国之行圆满成功 再次为增进中美艺术界和人民之间的了解和友谊 做出新的贡献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